还是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表示歉 陈明文公开道歉 为的是这张被抓包的照片 嘉义县议员张婉珍 脸书爆料因为接触过确诊者 明明应该要在家自主管理的陈明文 被职集不止出席 嘉义县新港丧的地方活动 甚至还脱口罩致辞 你都已经知道说自己是被匡列在其中 而且也被要求去做PCR的筛检 应该这段时间就要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 贪言自己做错了 因为接触过确诊者的陈明文 依规定被匡列 19号才做PCR 尽管结果呈现阴性 但按照规定还得自主健康管理三天 不过陈明文确实在隔天 也就是20号外出跑塌接触 不特定人士甚至还脱口罩 如今照片曝光 陈明文不止21号 向立院请假改用视讯开会 也主动向嘉义县卫生局自行处分 我们来处罚3000到15000 那委员他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他自己要踩最高的罚则 那我们也会踩最高的罚则 来做一个行政处分 身为执政党的议员陈明文道歉认错 火速射下止血跌 TVBS新闻 季节恒 邱燕柔 崔仲群 嘉义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